买新项目必须要避免的三大错误 第一,你不了解site location周围的环境 现在说,打个比喻 平时你去showroom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artist impression 你手握着漂亮的brocher 偏偏这个时候 我们望望会忽略了site location周围的环境 人流如何,多不多人 有没有商店流动性,accessibility 还有会有什么infrastructure呢? 只是个死城来的 如果附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索性来看我现在卖的项目 第二点,你太相信agent说的话 虽然我都是agent 有很多时候agent为了提高他的seals 他们会吹捧这个屋价非常之高 然后他们说的租金是非常可舌的 那Sam爺这里有个小小的建议给你 不妨online搜查一下 查一下看附近的屋价 这里附近的租金 那你就知道 刚才agent跟你说的 是不是真有此事 第三个需要避免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不看哪个是发展商 哪个便宜就买哪个 其实你my sun project 就好像古代时候的盲分瓦价的感觉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那以前的年代结婚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那个老公甚至乎不知道他老婆的样子是怎样的 那my sun project 都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都是一个未知之数的未来 发展商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可能会说 不是我三爷 上次我朋友跟哪个发展商卖 都是很出名的发展商 都是说手工很漂亮 做得出来是流水的 那我又没有说 好的星鱼的发展商 就一定会不得的 好的发展商 至少他们有很漂亮的track record 至少可以大大地减低这个风险 价钱优惠是人都喜欢的 你喜欢我都喜欢的 我都要非常之注意你的发展商是哪个 好 以上三点就是大家要买新项目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和避免的三大错误了 如果这条片有帮到你的情况之下 不妨share给你的朋友看看 如果你想学更多房地产和marketing的知识 欢迎subscribe我的youtubechannel 然后打开你们的小叮当 我叫Sam爷 我们下个影片见 收到comp and store 我们要买赚支付 但必须一步一步 老乡者一步 等电罗哪头 只能丢数到单幅 感谢观看